养过母猫的人想必都知道 母猫一旦到了发情期那可是相当折磨人 除了那圣人的叫声之外 它还喜欢到处尿尿 以此来了散播自己的河尔蒙气息 为此 我特意准了一根棉棒 只要用这根棉棒帮它放松一下 便可以有效缓解猫发情时的症状 虽然过程有些羞耻 可效果确实是一等一的好 但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我养的这只小母猫竟然会有变成人的那天 我叫沈相 眼前的这个白发小姐姐名叫瑞拉 不仅跟我之前养的猫虫女 而且连挠沙发的习惯都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是 我的小猫瑞拉已经走丢了很久 如今它变成人回来不会是来报仇的吧 毕竟我可是用年签弄过它呀 临走前瑞拉还警告我 如果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待在家里 外面有东西想要拟命 这话更是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时的另一边 一名警察在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流浪猫 恐怖的是这只猫一直在疯狂进食 而且它似乎什么都吃就连矿泉水瓶都不放过 要知道近期已经出现竖起流浪猫伤人案件了 这只猫似乎也不例外 而且它的狩猎目标好像就是神像 与此同时 瑞拉和一个粉头发的小萝莉似乎也在寻找这个家伙 为此他们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帮手 此人名叫书爷 看样子就知道这家伙是老鼠变的 可就当三人准备行动时 三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两个黑影 仔细定睛一看 相信大家也都认出来了 这俩家伙就是昨天追杀我的那两个人 我的身上似乎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现在 他们怀疑那样东西现在已经到了瑞拉的手 话音未落 其中一个人直接抱一变成狗头人 并张开血盆大口朝瑞拉扑了馆 见状 本发小萝莉也露出了手里的尖掌 凭借着自身的速度优势 猫爪小萝莉在完美避开狗头人攻击的情况下 还给狗头人的身上开了几个口 可对方显然也是有备而来 猫爪小萝莉前脚刚落地 身后埋伏好的数名兽人便突然一拥而上 瑞拉见状不妙赶紧出手相助 但似乎为时已晚 此时的另一边 我正在网上学习如何跟野兽搏动 万一瑞拉真是来报仇的 到时候我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响起了警笔的声音 我仔细一看 发现隔壁街道上似乎已经布满了警察 与此同时 门口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上 吓得我赶紧抄起了地上的球棒 我透过门上的猫眼一看 发现正是瑞拉抱着一个受伤的小女孩 看样子瑞拉似乎挺着急 我本想打开门先问问起我 怎料瑞拉抱着小女孩 直接一个剑步冲进了房间 瑞拉对我家也是在熟悉不过 她先是将小女孩抱到了卧室的口上 随后她脱下外套 并将背心上的布料撕下 直接当作绷带包在了小女孩的伤口上 乖乖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小女孩的耳朵应该不是假的吧 还有女孩身上的伤口 似乎也是被爪子一类的东西给弄伤的 既然如此 那瑞拉是不是也有动物的特征呢 果然 瑞拉竟然还长着一根毛茸茸的尾巴 而且还会动 还有她尾巴上的伤疤 我印象也非常清楚 是被我爸的烟头不小心烫到 好家伙 这个白发女孩确实是我养的小猫瑞拉无疑了 吓得我赶紧把头拧了过去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除了用棉签弄过她之外 还经常在她不听话的时候 用手拍她的猫屁股 那岂不是相当于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养过母猫的人想必都知道 猫发情是一件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情 除了那圣人的叫声吵的人无法入睡之外 她还会到处尿尿 释放自己的荷尔蒙气息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解决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我还准备了一根棉签 只要用这根棉签帮她放松 虽然过程有些羞耻 但确实能非常有效地缓解母猫发情的状况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因为我的猫已经走丢了很长时间了 可就在今天 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结果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白发小姐子 我第一个乖乖 这大长腿是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谁看了不得脸红啊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白发小姐姐竟然是来找我的 可我压根不认识她呀 你确定没有认错人吗 女孩听后直接把脸靠了过来 她非常肯定自己没有认错人 而且她竟然还知道我的名字 说完 女孩便想要进入我的房间 吓得我赶紧拦住了她 不对劲 绝对有诈 吴世线殷勤飞剑即道 可就当我准备将她拒之门外时 女孩的一句话突然让我目瞪口袋 她说 你难道不想知道今天是什么人袭击你的吗 我靠 她是怎么知道那件事的 没办法 为了弄清那件事情的真相 我还是将她请了进来 怎料这家伙是真不客气 不仅娴熟地坐在了我家沙发上 还让我给她倒一杯水 好家伙 除了我之前走丢的猫之外 还没有人敢这么识问我 还有 这家伙说话就说话 挠我家沙发干嘛 不过 你还真别说 她挠沙发的样子 跟我家猫还挺像的 而至于我被袭击的那件事 其实就发生在今天傍晚 我遇到了两个打劫的小棍混 但两人的身手非常一般 我只用了两招就将其轻松制服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其中一个劫匪直接来了个当场报夷 便身成了一只狗头人 随后二话不说 张开血盆大口便朝我扑了滚 哥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根本不慌 先是一个帅气地跳山羊来到她的身后 然后二话不说赶紧逃命 你们不会以为我真能打得过这东西的 我俩的战斗力显然是不在一个量级上 要是被她抓到肯定是死定了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不知为何竟然没有追过来 对此 女孩表示 当时那俩家伙之所以没有追上来 是因为自己拦住了他们 这话说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一个弱女子凭啥能拦住他们呢 女孩不屑地说道 因为我跟他们一样 说完 女孩的手上突然长出了尖爪 头上还长出了一对毛茸茸的耳朵 吓得我赶紧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要知道 最近这里已经有树气宠物变身受人后伤人的案件 莫非这家伙也是发狂的受人 可女孩却告诉我不用担心 如果自己想杀你的话 你早就没命了 说完女孩突然做到我的身边 一脸暧昧地问我 你还记得你曾经走丢的那只猫吗 它是什么时候走丢的呢 这我哪能记住它是什么时候走丢的呀 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日子 听完我的回答后 女孩似乎有些不太开心 临走前女孩告诉我 你那只猫是7月15号丢的 还有 如果不想死的话那就乖乖待在家里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我靠 好像还真是7月15号丢的 莫非它就是我当时养的那只猫 这下真完蛋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可是用棉签弄过它呀 养过母猫的人 想必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痛 那就是小猫发情的时候 简直是太折磨人了 那如同小孩哭声般的叫声 简直能把人烦死 而且发情期的母猫还会到处尿尿 来散播自己的荷尔蒙气息 为此我特意准备了一根棉签 只要用这根棉签帮它放松一下 就能有效缓解这种情况 虽然过程有些羞耻 但猫又不是人 它哪里懂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后悔了 我已经走丢了半年多的母猫瑞拉好像回来了 而且最离谱的是 它竟然变成了一个白头发的小姐姐 不仅如此 它还带回了一个粉头发的小萝莉 两人似乎都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看小萝莉头上的猫耳朵就知道 这家伙也是猫变的 到了深夜 瑞拉以上班为友 独自离开了我家 好家伙 大半夜的上班 莫非是叶总会吗 这下好了 现在家里就剩下我跟一个陌生的猫儿小萝莉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还是抱着我的抱枕在沙发上凑合一宿吧 但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等我一觉醒来后 发现面前怎么有一只粉红色的猫耳朵 我定睛一看 好家伙 我知不好家伙 大家都看到了呀 却可不是我干的 肯定是他自己趁我睡着的时候自己爬上 等一下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猫耳娘吗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他那毛茸茸的耳朵 乖乖 这触感也太可以了吧 可我刚抚摸了没两下 只听见他突然喵呜的一声 随后便醒了过来 醒来后他不仅说出了我的名字 而且竟然还问我发生什么事情 好家伙 你半夜爬到我身上来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再者说了 你一个女孩子睡觉时一定要注意形象了 可谁知他竟然说道 谁是女孩子啊 人家可是一只公猫啊 我靠 一听这话 我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果然 长得这么可爱的一定是男孩子 话说回来 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呢 只见他一脸云淡风轻地回答道 以前瑞拉派我盯烧棍 所以我肯定知道你的名字了 听到他这句话后 我的心突然一惊 瑞拉干嘛要派人盯着我啊 难道是因为我对他做过那股事 他要回来报仇吗 吃完饭过后 这家伙竟然还要我陪他玩 没办法 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了 当年给瑞拉买的动猫棒 看着他玩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我不禁感叹道 这才是一只猫该有的样子 想当年给瑞拉玩这东西 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就在我跟他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瑞拉刚好回来了 这家伙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去洗澡 洗完澡后 在我的不断追问下 瑞拉终于将这诡异一幕的前因后果告诉我 跟我猜测的一样 近期频繁出现的宠物猫伤人案件 确实是像他们一样的兽人干的 而瑞拉他们之所以会变成兽人 全都是因为一个名为野性的组织干的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 想要创立一个有野兽统治的世界 野兽组织的下一个目标 我仔细一看 好家伙 这只肥得跟球一样的橘猫能有啥用 难道是要用它把敌人砸死吗 然而就当我真正见到这只橘猫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只橘猫究竟是吃什么长大 虽然我是第一次跟猫干擦 但我相信跟人一样 下盘绝对也是它的弱点 于是我二话不说 抄起我的逗猫棒对着它的下盘就是全力一击 只听见咔嚓一声 就好像是鸡蛋碎掉的声音 这一下疼得它连泪都哭出来了 这还没完 趁这个机会我又是大手一挥 随后又是咔嚓一声 另一个你也得给我交代 看着我用逗猫棒疯狂攻击它的下盘 一旁的瑞拉直接看神 想当年瑞拉还是只小猫的时候 我就经常在它发情的时候用棉签帮它放松 瑞拉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可就当我以为这只大猫已经彻底晕过去的时候 怎料它突然睁开了血红的双眼 对着我的脑袋挥出了它的力章 这家伙是想要我的命啊 虽然我反应及时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但身体却严重失衡 眼看就要重重地摔在地上时 瑞拉及时抱住了我 你以为我是真没力气了吗 其实我是装的 我就知道瑞拉一定会接住我 它还是只猫的时候便一直是我拢着它 现在也该轮到它报恩了 毕竟 谁又不想被自己从小养到大的猫拢在怀里 与此同时 一直在楼上盯梢的两人也发现了状况 特办组的人已经要赶过来 得赶紧撤才行 话又说回来 这个粉头发的小姐姐又是谁啊 不会也是猫便的吧 回到家后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瑞拉一把将我丢到了沙发上 原来她早就看出来我是故意装囊 随后瑞拉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后面 不知是不是碰到了什么机关 瑞拉竟突然露出了一脸不可名状的表情 更让我不理解的是 瑞拉竟然下意识脱去了外套 我靠 不对劲 此时我又想起了瑞拉还是一只猫的时候 小瑞拉作为一只母猫 发情期肯定是躲不过去的 我永远忘不了这只猫发情时到处撒尿的场景 据说是为了散发荷尔蒙气息 我实在是没办法 才用棉签给她放松的 看瑞拉现在这个样子 她不会又要来了吧 只见瑞拉趴在沙发上告诉我 自己的后背好像受伤了 需要我帮她涂一些药膏 好家伙 白高兴一场 原来就是帮她涂药膏了 等一下 就算是涂药膏好像也不太对劲了 不过这毕竟是我之前养的猫啊 咱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养的猫受伤不管了 于是我便勉为其难地帮她涂好了药膏 整个过程非常考验我的压枪技术 但我还是做到了 然而就当我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 我最期待 不对 是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本来我俩好好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小安在一旁摆动动猫霸 可慢慢的 瑞拉的表情开始有对劲了 此时我还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瑞拉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 果然 等我发现的时候 瑞拉的小脸已经被憋得通红了 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同为猫类的小安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吓得她赶紧躲回了房间 先给新观众说一下 小安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粉发的猫儿娘 但其实她是一只公猫 她非常确定瑞拉现在又到了发情期了 要知道 上一次瑞拉这样的时候 小安只不过是偷偷看了一眼 便差点被瑞拉打得死去活来 可下一秒小安的脸色突然大变 她这才想起来 我还在外面呢 所有养过母猫的人都逃不过一件事情 那就是被发情期的母猫疯狂折磨 那圣人的叫声吵得人无法入睡也就算了 关键是这家伙还喜欢到处撒尿来散发荷尔蒙气息 不过我所遇到的情况比你们所见过的都要严重 因为我家猫竟然变成了一个白发小姐 可虽然她变成了人 但却还是无法避免母猫的发情期 这天晚上 本来我俩好好的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而小安则在一旁摆弄着都猫棒 可慢慢的 瑞拉的表情好像开始有些不对劲了 此时的我还没有注意到 瑞拉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浑身发抖 当我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瑞拉的小脸已经被憋得通红了 原本坐在地上的小安也赶紧躲到了房间里 小安作为一只小公猫 她非常确定瑞拉只是又到了发情期了 要知道上一次瑞拉这样的时候 小安只不过是偷偷看了一眼 事后就差点被瑞拉给打个半死 可小安又突然想起来了 自己是躲起来了 可你审个我还在外面呢 说时时内是快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小安便突然抓住我的手 连拉带拽地将我拖到了房间 随后听小安这么一说 我这才明白瑞拉这是又到发情期了 以往瑞拉还是一只小猫的时候就经常这样 之前我都是用棉签帮她放松一下 可现在瑞拉变成了人 我总不能还用那招吧 一想还是算了 也不知道那招还好不好使 万一不好用了 我岂不是要被瑞拉的爪子刺成碎片 没办法 那一晚整栋楼的居民都被瑞拉的叫声吵得无法入手 到了第二天早上 瑞拉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了 然而这还没完 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天我如往常一样从工厂下班 可迎面却走来了一个七尺壮汉 走近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那个狗头人吗 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看眼神就知道这家伙是动了杀心了 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小安突然出现了 见识不妙 小安带着我就要离开 但狗头人好像并没打算放步 不过小安本来也没打算跑 小安明白 不废了这条臭狗的话 他怕是要纠缠一辈子 不过 你确定你能是这家伙的对手吗 话音未落 小安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 瞬间将其踹飞了十几米远 其速度之快就连我也没能反应过来 看小安自信且从容的眼神就知道 这家伙还真不是小安的对手 不过让我俩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竟然是有备而来 只见他拿出一瓶红色的事迹 二话不说就要往嘴里灌 小安很快就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冲上去便想要阻止他 但为时已晚 这家伙直接一口养碎了玻璃皮 只听见轰的一声爆炸 等到硝烟散去 满目红光的狗头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气势跟之前相比完全就是两码事 见识不妙 我一把拉起小安想要逃跑 可万万想不到 这家伙仅仅是纵身愉悦 便如同磕炮弹一般拦在了我俩的面前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狗头人便张开血盆大口 突然朝我扑了过来 好在小安及时将我一把推开 否则我的小命就交代在这里 可问题来了 跑又跑不了 打又打不过 这不就是只有死路一条吗 不愧是我从小养大猫啊 打起架来真是干净利落 上期说到 小安虽然一脚便将身高八尺的狗头人踹背 但这只狗头人显然是有些玩不起 一言不合就开始喝药 小安本想冲上去阻止他 但为时已晚 喝完药后的狗头人整个气势都不一样 见识不妙 我本想拉着小安赶紧逃跑 可狗头人显然是已经动了杀心 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俩 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便扑了上来 多亏了小安反应及时将我一把推开 否则这条命肯定是得交代了 看样子这只狗头人已经是彻底失去理智了 话音未落 这只狗头人便如磕脱膛而出的子弹 搬向我俩扑了管 其速度之快根本来不及足 完蛋了 这下是死定了 可就当他离我只有一不知遥的时候 这家伙竟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你也到发情期了吗 与此同时 瑞拉突然从我的身后窜出 二话不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速通了上去 对着狗头人的背后就是一顿狂抓 看样子是挺帅的 不过瑞拉其实也知道 自己还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于是便想让我俩先赶紧逃跑 不过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这家伙竟莫名其妙地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会是在攒大招吧 可话音未落 狗头人直接扑通一声啪倒在了地上 这可把我撒给看傻了眼 看这样子像是死透了呀 但害怕这家伙突然诈尸 我们还是迅速离开了这个地方 回到家后 我跟往常一样又给瑞拉做起了按摩 好家伙 瑞拉还是一只猫的时候就是我天天伺候的 现在她变成了人 不给我来点特殊福利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我给她按摩 可按着按着 瑞拉突然翻过了身 一对雪白的东西从我的眼睛一画过 不如其来的福利看得我是小脸通 不是 你突然翻身干什么呀 怎料瑞拉告诉我 按摩难道只按背面不按前面的吗 好家伙 我竟然无言以对 此时的另一点 各伴组的人也发现了狗头人尸体 这家伙看来是真死悄悄了 不过特伴组的人也发现 狗头人并不是死于瑞拉的抓 他们在狗头人的脑袋后面发现了一个金属碟 早在瑞拉出手前 狗头人便已经被暗杀了 仅凭借一击便杀死了嗑药后的兽人 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二天我准备下班的时候 我的顶头上司突然拦住了我 他似乎一直对我有意思 也不知道他究竟看上了我哪一点 他为了跟我约会 竟然提出要跟我一起去看猫儿娘 虽然我家里已经有一只货真价实的猫儿娘了 但出于好奇 我还真想看看其他的猫儿娘是怎么回事 随后他将我带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 这里光是入场费就要十万 他也是真舍得朝我身上砸钱 眼都不眨一下就把银行卡递出去了 进去之后我才发现 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斗兽场了 在主持人的介绍下 一只成年雄狮缓缓地从牢笼中走出 而他的对手竟然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 好家伙 这算是哪门子斗兽啊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 怎么可能是一只成年雄狮的对手啊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离谱的斗兽场了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 竟然要单独面对一只成年雄狮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现场的观众都在高呼女孩的名字为他加油 可我却从这只狮子的眼神中发现了异常 这家伙的眼神时不时地就朝我身后看 仿佛是在忌惮着什么东西 我回过头一看 发现身后除了坐着一个黄头发的女孩之外 没有其他别的东西了 莫非这只雄狮是在害怕他吗 女孩和狮子就这样在擂台上互相对视 仿佛都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这可引起了台下观众的不满 他们花钱可不是为了看这个的 可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电流突然从女孩脖子上的项圈发出 女孩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女孩的耳边传来一阵声音 如果再不出手的话 下次的电流可是至死量的了 话音未落 女孩的手上突然长出了尖爪 果然 这家伙也是受众的 雄狮健壮也张开血盆大口扑了过来 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女孩直接一拳便将他干翻在地 随后女孩口中一边向他道歉 一边缓缓地向他靠近 只见他一把抓住熊狮子的踪毛 随后用尖锐的爪子疯狂地撕裂他的身体 如此血腥的一幕吓得我连口大气都不敢转 可最恐怖的还在后面 我注意到 身后的那个黄头发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嘴里还说着什么 跑戏才刚刚开始 果然 这家伙的气势完全不像是普通人 此时的我已经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于是便想带着老板赶紧离开 与此同时 黄发女竟直接跳到了擂台中央 原来除了刚才战斗的女孩是兽种之外 她还有三个同样是兽种的伙伴 好家伙 那俩兽种我能认出来是只熊和狗 这个绿油油的家伙又是什么动物便宜 黄发女告诉他们 自己就是野性组织的boss世心王 如果你们想要重获自由的话 那就加入他的野性组织 世心王这三个字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如雷怪 毕竟他可是公认的最强兽种人 可狗哥偏偏不信邪 非得试探试探他的实力 可世心王根本没把这家伙看在眼里 只见他轻轻将脚踩起 随后狠狠地往地上一踩 坚硬的地面瞬间四分五裂 巨大的能量瞬间将狗哥崩飞 其威力之强大 就连整个场所都开始崩塌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好在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在场所开始崩塌前 我就已经背着老板离开了这里 安全到达室外后 地面再次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上一秒还傲然挺立的酒店 瞬间便沦为了一座废墟 世心王如此恐怖的破坏力 恐怕是十个瑞拉来都不一定打得过他 话音未落 美女老板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我 这家伙真是纠缠起来没完啊 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我哪一点 为了能让他死了这条心 我只好谎称自己喜欢受冻人 就比如刚才的世心王 如果能跟他谈恋爱那该多好啊 果然 我一说这话 美女老板成功把我当成了变态 可就在这时 楼顶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邪魅笑声 我抬头一看 我靠 竟然是世心王 当才的话他肯定听到了呀 完蛋了 这家伙不会要当场吃了我吧 我一脸认真且严肃地告诉老板 其实 我喜欢的是兽种人 就比如说刚才的世心王 虽然他是一只狮子变的 但那狂野的姿态搭配上性感的马甲剑 我做梦都想成为他的男人 果然 这一番臭不要脸的说辞 成功让老板怀疑我是个变态的福瑞恐 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 世心王竟然就在楼顶上盯着我 后知后觉的我本以为他会直接下来生吃我 结果这家伙留给我一座诡异的眼神后 便直接离开了 吓得我赶紧回了家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回到家后 瑞拉立刻便贴了过来 敏锐的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只见他不停地用鼻子去闻我身上的胃 这猫的鼻子还真是鸣不虚传 很快他就从我身上闻到了其他女人的胃 好你个神像 竟然敢背着我去找别的女人 好家伙 瑞拉的醋坛子怎么说翻就翻啊 没办法 我只好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瑞拉 当瑞拉得知我见过失心王后 脸上的表情也慢慢开始有些凝重 毕竟那家伙可是目前最强的受众 如果真被他盯上了的话 恐怕是凶多吉少 与此同时 小安也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可比瑞拉懂事多了 上来就帮我按摩锤腿 哎 还是小安懂得心疼人啊 要不是因为你是一只公猫便 那你绝对是我择偶的第一选择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点 由于昨晚我救了老板银领 为了感谢我 老板送给了我两张票 于是我打算带着小安和瑞拉去度假 可瑞拉却表示自己有事情在查 并警告我最好不要乱跑 但小安一听要度假 瞬间两眼放光 既然如此 那就咱俩去度假吧 让你瑞姐自己在家里蹲着吧 其实这句话就是专门说给瑞拉听的 瑞拉毕竟是我从小养大的猫 心里想的东西我全都一清二楚 自己心里明明也想去度假 但却非要装出一副傲娇的样子 我然如我所料 瑞拉此时心里在想 这家伙怎么不多劝我两句 再求我一下我肯定就同意了 口吃心扉的猫 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骗得了我 我就是不劝你 就是要急死你这只傲娇猫 不过最终 傲娇的瑞拉也要保护我和小安为友 也加入了这场度假之旅 可三天后 我们刚到度假酒店的第一天便发生了意外 由于我得陪小安去游泳 所以瑞拉便先行去了楼上的房间 等我回来后却发现 瑞拉的行李相忘而拿上去 我本想帮瑞拉把行李拿上去 可就当我进入瑞拉房间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让我瞬间看红了 我靠 哪有人洗澡住所门呀 不对 这家伙也不是人啊 可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瑞拉看到我来了 竟然没有丝毫害羞的意思 相反 瑞拉还表示 这浴缸挺大的 你要不要进来一块洗呢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虽然我有些不太好意思 但毕竟这是我从小养大的猫 主人帮自己的猫咪洗澡不是天经地义吗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梦寐以求的一幕终于要来了 养过猫的人想必都知道 给猫洗澡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 却让我有些难以启齿 主要是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我家养的小博猫瑞拉 竟然变成了一个白头发的美女 这天我和瑞拉带着小安去度假 结果我却不小心撞见了瑞拉正在洗澡 这场面认谁看了都得脸 我肯定也不例外 可对于我的突然出现 瑞拉却完全不害羞 不仅如此 瑞拉竟然还邀请我一块洗澡 毕竟 她还是只猫的时候 便一直是我亲手给她洗澡 假如你是我的话 你会接受瑞拉的邀请 实话实说 虽然这是我做梦都想干的事情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福利 我却又有些犹豫了 从瑞拉的眼神中 我能非常确定的一点是 她确实非常喜欢我 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喜欢 但是她毕竟是一只猫啊 我们俩之间真的有一丁点可能吗 不过很快 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个完美答案 晚上我们在酒店用餐的时候 灵桌的一对情侣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对情侣乍一看感觉非常正常 但瑞拉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她非常确定 这个男人是一个瘦重人 而且还是一只鸡毛变的 而这个漂亮的小姐姐确实是人类 但看样子好像是一个盲人 这两人的关系好像还真有点意思 当然 你永远可以相信猫的好奇心 为了弄清楚她俩的关系 瑞拉和小安成功跟小姐姐打成了一片 从小姐姐的口中 我们也终于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7月15号那天 那天不知为何 她原本非常听话的导盲犬 竟突然走丢了 没了导盲犬的帮助 她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就连过马路也成了一个难题 就是在这时候 汪宇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不知为何 这个陌生的男人对她十分热情 不仅帮她带路 还带她去到了很多平时她去不了的地方 汪宇还告诉她 以后我就是你的导盲犬 相信老观众对于7月15号这个日子一定不陌生 因为瑞拉就是在这一天变成人了 很明显 小姐姐的导盲犬其实并不是失踪了 而是跟瑞拉一样变成了受众人 而突然出现的汪宇 想必就是她那只突然失踪的导盲犬 当天晚上 我们五个人便在餐厅一起吃了晚饭 由于小姐姐是盲人 她仅靠听声音 误把我俩和小安当成了一家三口 我赶忙解释道 我们撒起事是姐弟关系 可就在这时 汪宇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人 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不仅迅速将头低下 还让同时受众人的瑞拉和小安也把头埋屁 瑞拉和小安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还是乖乖地低下了 话音未落 只见迎面走来了一个紫头发的男人 此人名叫王子静 是拜登生物公司的头号打手 我有些纳闷 汪宇身为特伴组的人 为何会害怕一个小小的打手呢 汪宇告诉我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人 此人拥有靠私线控制别人行动的龙脉能力 这人身上挂着不知道有多少条人命 特伴组早就想抓他了 但这家伙实在是太狡猾太危险 说完 汪宇便想要过去跟踪他 看我有些不太放心 汪宇便表示 自己一定会小心的 毕竟我俩明天还要去领结婚证呢 话是这么说 可我的心中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平时最听话的猫猫平安 竟突然向我发动了袭击 小安利用速度优势 直接从身后锁住了我的喉咙 小安之前从未在我面前露出尖掌 而这一次 她不仅将锋利的尖掌对准我 甚至还想要割破我的喉咙 这显然是震动了杀心了 上期说到 汪宇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身背数条人命的龙脉者 此人名叫王子静 特伴组的人也是一直拿她没办法 害怕这家伙再次作案 身为特伴组的汪宇便决定去跟踪她 可对此 我的心中却有个不好的预感 果然 到了晚上 汪宇一直没有回来 于是我和小安便决定去汪宇家看看 暗响门铃后 汪宇家的大门很快就打开了 而开门的正是汪宇 看到汪宇没事 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是放下了 话音未落 汪宇便想邀请我们进屋聊聊 可就在这时 小安却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他似乎是察觉到了一些异常 为了保险起见 我俩并没有进屋 而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打算离开 看着我俩离去的背影 汪宇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领奇怪的笑容 回去的路上 我告诉小安 刚才这个人根本不是汪宇 因为刚才跟他对话时 我故意说错了他女朋友的名字 而他却没有丝毫察觉 果然 话音未落 那个人便提着刀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我本想问出真正的汪宇在哪里 可这家伙二话不说 挥起匕首便直冲我而来 其速度之快根本来不及闪避 就在他即将刺中我的一瞬间 身后的小安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 用肉身挡下了这一击 这样的攻击对于人来说绝对是致命的 但身为受众人的小安还是能抗定 说时时内是快 小安瞬间亮出尖锐的猫掌 随后反手便是一招中找展开反击 可如此突如其来的一击却被他轻松躲过 不过这还没完 小安借助自己的速度优势 瞬息间又朝他扑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 向来以速度著称的小安 其全速一击竟被他轻轻松松侧身躲过 不仅如此 对方甚至还能利用闪避时的间隙 抛出匕首展开反击 其速度之快 小安根本来不及躲闪便被匕首划伤 此时小安意识到 两人的实力相差实在是太大 于是小安便想要往先跑 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 小安本想躲在房顶上来拖延时间等待支援 可就在下一秒 一道黑影突然闪过 直接将小安从楼顶上打了下来 就在小安即将坠楼的一瞬间 我看准时机 及时从楼下接住了小安 这家伙的实力简直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再这样下去 我和小安怕不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可就在她想要动手的一瞬间 一道白色的身影突然闪过 是瑞拉及时出现 并狠狠地将其踩在了脚下 瑞拉毫不手软 直接将锋利的猫爪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可即便如此 对方却依然表现得丝毫不慌 与此同时 重伤昏迷的小安也醒了过来 可还没等我来得及高兴 小安竟突然跳到了我的身后 于是便有了最开头的一幕 就在小安即将用锋利的猫爪撕破我的喉咙时 关键时刻 又是瑞拉一脚将失控的小安踹飞 我俩这才明白 汪雨还是那个汪雨 只不过是跟小安一样被人给操控了 但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晚了 因为下一秒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不受控制 还没等瑞拉反应过来 我失控的身体便瞬间锁住了瑞拉的喉咙 与此同时 汪雨和小安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瑞拉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能同时控制三个人 我叫沈相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爱上一只猫 几年前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 可自那之后我便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不愿与任何人交流 直到我在橱窗里见到了瑞拉 起初她很胆小 甚至连动猫棒都能把她吓得瑟瑟发动 这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好惹 就像一个傲娇的公主一般 不过时间久了之后 瑞拉便和我越来越亲密 朝夕相处下 瑞拉成了我唯一的倾听者 如果瑞拉真的能听明白我的倾诉 那么或许 她就是这个世界最懂我的人了 不过就在7月15号这天 一切都变了 从这天之后 瑞拉便如同蒸发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城市里也出现了多起宠物伤人事件 甚至还有目击着声称 自己见到过狗头人身的怪物行凶杀人 起初我以为这一切都跟我没啥关系 但直到有一天 一个白发小姐姐突然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从她的种种行为上我发现 这家伙居然跟瑞拉有点像 可她却一直不告诉我她的真实身份 直到我发现她是一只兽种人后 我才敢确定她就是瑞拉 但我却并没有立刻与她相认 毕竟我俩之前经常做一些尴尬的事情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情 这个老观众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 然而在一次度假中 我和瑞拉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之中 这个紫头发的男人名叫王紫静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变态的杀手 并且具有操纵别人行动的龙脉能力 这家伙控制了小安和汪宇被我们发动攻击 虽然瑞拉还能勉强应对两人 可万万没想到 王紫静这家伙竟然同时控制三人 由于瑞拉对我没有防备 王紫静竟然控制我锁住了瑞拉的喉咙 命悬一线之际 瑞拉使用自己的龙脉能力跃移 暂时摆脱了控制 但瑞拉终究还是广不离众 被打成了重伤 就当她准备操纵小安撕破瑞拉的喉咙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她回过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我在莫名其妙地做火车 对方心想 这家伙是怎么摆脱了我的控制 忘记告诉你们了 几年前的那场车祸不仅让我认识了瑞拉 还让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挂机 这个能力虽然不如隔壁那些主角秒天秒地的外国 但是这个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简直太好用了 我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挂机睡觉 在打篮球的时候唱跳run 就连在晚上跟女朋友做广播体操时 我也能挂机看蘑菇头小男更新的视频 当然 时间久了女朋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最终喜提了一个大八子家分手套餐 但为了能看蘑菇头小男的视频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于是 在被王子静控制后 我赶紧再次启动了挂机功能 当本体不再按照控制者的意识行动后 我成功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我知道此时瑞拉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 于是我便朝她喊道 照顾好自己瑞拉 这里交给我 听到这句话后瑞拉突然一愣 她这才明白 原来我早就知道她是瑞拉了 但现在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幕后操纵者王子静的位置 于是我再次使用挂机功能 让身体自动与他们展开攻击 而我的眼睛则是要一直观察周围的动静 但我还是高估自己的身体素质 挂机能力虽然好用但强度太低 虽然我已经猜出了王子静所处的大体位置 但为时已晚 在对方两人的密集攻击下 我还是被打翻在地 而王子静此时已经打算速战速决了 她果断地操纵小安举起匕首刺向了我的喉咙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一时间我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现在是否还活着 只听见了鲜血缓缓流下的滴答声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恶心的男人了 这里的恶心不是说她的紫头发搭配金丝眼镜 而是这家伙的能力实在是太恶心 她能够利用丝线操纵你身边的任何人对你发动攻击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朋友 也可能是你的亲人 上期说道 我虽然用挂机功能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但此时瑞拉已经身负重伤难以战斗 我只能独自面对被控制的小安和汪语 同时还要找出幕后操纵者王子静的位置 结果也不出所料 短短两个回合下来 我便被其打翻在地 而对方显然是不想再拖下去了 直接控制小安举起笔手刺向了我的喉咙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隐约间 我听到了鲜血缓缓流下的滴答声 我睁开眼一看 竟然是已经奄奄一息的瑞拉徒手接下了这一击 话音未落 对方又操纵汪语一击重拳狠狠地打在了瑞拉的脸上 瑞拉瞬间口吐鲜血飞出了十几米云 我知道 这是瑞拉能帮我争取的最后一点时间了 趁此机会 我一把将小安手中的匕首拍下 并同时使用自动挂机功能 让系统帮我自动操控匕首 刚才的战斗已经让我确定了操纵者的大体位置 话音未落 系统操纵匕首突然朝小安飞去 幕后控制者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只听到一阵丝线断裂的声音 汪语和小安瞬间便应声昏了过去 我扶住晕倒的小安 并慢慢将其靠墙放下 此时的另一边 幕后操纵者王子静立马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二话不说就要开溜 想逃 我白挨了那么多毒打 就是为了找出你这家伙的位置 还能让你跑了不成 话音未落 身旁的匕首如颗子弹般脱膛而出 笔直地朝王子静的脑袋飞去 不过这家伙也没那么简单 不仅操控丝线挡下了飞快的匕首 甚至抬手间便将坚硬的匕首干得粉碎 王子静不屑一顾地说道 不会吧 就这水瓶还想杀我 可话音未落 王子静突然感觉背后发凉 烈影状态下的瑞拉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对准她的后脑勺便是一记事大力尘的重批 王子静瞬间晕倒在地 如果不是我及时拉住瑞拉的话 估计瑞拉会直接当场升空了她 可话风一转 瑞拉又突然把矛头指向了我并说道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刚才叫我瑞拉是吧 快说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我是瑞拉的 我靠 这笨猫的脑子这会儿咋这么好使 我本来想装头疼糊弄过去 可瑞拉却突然摁住我的肩膀 并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眼神中还似乎有些寒情默默的味道 我靠 这话风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刚受了重伤吗 话音未落 瑞拉突然将脸贴了过来 难道说 终于要来了吗 好家伙 我家猫终于是长大了 来吧 狠狠地亲我吧 可下一秒 瑞拉直接扑在了我的怀里 并用满怀歉意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主人 那时候我只能选择离开 好家伙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傲娇瑞拉吗 你这一下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那些也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欢迎回家 瑞拉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我家猫不仅意外变成了白发美女 而且当我家猫得知我还要上班的时候 她竟然决定让我在家待着 然后她自己出去打工挣钱养我 以此来报答我的养育之恩 她名叫瑞拉 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从猫变成人的 但我只知道 从7月15号那天开始 城市里便开始陆续出现兽种人的身影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而兽种人如果想要进化成完全体的话 就必须要吃人 反之 就会像瑞拉一样还维持着人类形态 上期说到 我和瑞拉联手击败王子静后 生活总算是暂时回归了平静 当得知我还要上班挣钱的时候 瑞拉竟然提出她可以打工养我 瑞拉告诉我 在自己刚变成人的那段时间 自己便在一家卖鱼的海鲜店上班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你可真会选工作 话音未落 瑞拉便穿上衣服出门上班了 可瑞拉前脚刚走 意外便发生了 陪小安吃过晚饭过后 我打算带着小安去逛逛超市 可就当我们前脚刚迈进超市里时 小安突然变了脸色 她小声跟我说 这里有兽种人 我抬头一看 好家伙 这还不是一般的兽种人 老观众肯定都认识 他就是最强的兽种人师新王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前几天击败王子静时候 我把昏迷的王子静交给了特办组的李博然 这家伙不仅是特办组的高管 同时也是我的老熟人了 他看着昏迷的王子静 二话不说 对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个重批 王子静当场就断了气 临走时 李博然嘱咐我 今后如果见到一只狮子 或是一只黑豹的话 一定要赶紧逃跑 我的这只右手就是被世新王打伤的 这家伙非常恐怖 于是乎 在超市里见到世新王后 我立马拉着小安扭头就走 可我和世新王毕竟有过一面之缘 这家伙立马就认出我来了 果然 我刚走出超市门口 便被他突然叫住 我一声就要跟他干家 吓得我赶紧拉住了小安 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那咱俩的小命今晚就得交代在这里 不过好在世新王并不是来打架的 他想要我帮他一个小忙 说完 世新王递给我了一张银行卡 并让我帮他把里面的钱取出来 此事我并没有多想 毕竟受众人不会用银行卡也很正常 可就在我帮他取钱的时候 世新王突然盯上了小安 他先是将从超市买来的糖 递给了小安 随后世新王问道 那个男人难道是你的主人吗 为什么你一个受众人会听他的话 如果你被他欺负了 那我不介意帮你杀了他 一听这话 小安瞬间火冒三丈并喊道 沈哥是我兄弟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与此同时 我将取好的现金交给了世新王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要离开了 说完我便想要赶紧带小安离开 可是世新王似乎没打算放肚 他竟然要求我帮他做一件事 并要求我明天晚上准时出现在这 如果第二天见不到我的话 那么可是会出人命的 话音未落 地面突然出现了一阵强烈的震动 很明显这是世新王在向我示威 看着世新王慢慢离去的背影 我意识到这下是侦探上大事了 下一期 瑞拉和世新王将迎来第一次对决 两人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黄头发的女人名叫王世新 看她头上的耳朵你应该就知道 她是一只狮子变种人 同时她也是野性组织的老大 被称为是最强受种人世新王 这晚 一个神秘的男子出现在世新王的面前 并将一个手提箱扔在了她的脚下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装的是一些粉红色试剂 老观众可能对这种试剂并不陌生 当初狗哥就是在磕下这瓶试剂后 忽然实力大增并失控暴走 但神秘人告诉世新王 对于普通受种人来说 这东西就相当于是自暴剂 虽然能暂时提高身体素质 但事后普遍都会暴体而亡 可是新王二话不说 拿起两瓶试剂便一以下 随后他熟练地拿起一个针管 将自己的血液抽出 并将其交给了神秘人 做完这些后 神秘人答应会给他一张 没有上线的银行卡 而世新王冒着生命危险 去弄这么多钱 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上期说道 我和小安在超市里偶遇了世新王 与我所想的不太一样 世新王并没有伤害我和小安 而是要我帮她做一件事 如果我不答应 那她便会直接杀了我 起初 世新王只是让我帮她去银行取钱 并没有做其他事情 而瑞拉为了以防万一 便一直躲在暗处观察 可这天晚上 世新王却突然提出 要我以后为她工作 话音未落 埋伏已久的瑞拉便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背后 尖锐的猫爪悄无声息地瞄准了世新王的喉咙 可世新王却丝毫不慌 似乎她早就已经发现瑞拉了 果然 下一秒地面突然出现了强烈的震动 世新王这招实在是太无解了 不过瑞拉也没指望能偷袭成功 她先是退到一旁 随后一咬牙一跺脚 猛地朝世新王扑了上去 尖锐的猫爪从世新王的面前一滑而过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世新王突然闪现到瑞拉身后 其速度之快就连瑞拉都没有看清 等到瑞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只见世新王一把抓住瑞拉的手臂 另一只手死死地掐住了瑞拉的喉咙 说实话 这场面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俩是搁着打架呢还是调情 没办法 打又打不过 我又躲不起 我只能同意了世新王的要求 得到我的承诺后 世新王一把便将瑞拉甩到了一旁 面对如此危险的家伙 我的脑袋上不禁直冒冷汗 可下一秒 一个粉红色的东西突然甩在了我的脸上 我拿起来一看 我靠 这不是抹胸吗 好像还是热乎的 世新王为了不让我知道他们据点的路线 便要求我把头蒙起来 大家可都听见了呀 我可不是变态呀 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完成这一切后 世新王直接像扛小孩一样把我扛在了肩上 好家伙 我不要面子的是吧 不过你别说 这好像还真有点小舒服 就这样 世新王直接将我扛到了他的据点 到达据点之后 世新王直接一把将我扔在了地上 这就到了吗 也太快了吧 我还没闻够呢 可话音锐落 我突然感到背后发亮 隐约间感到有几双眼睛在恶狠狠地盯着我 与此同时 世新王也缓缓打开了灯源的开关 我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有只小狐狸在死死地盯着我 好家伙 这小狐狸也太好看了 我看行 当然除了这只小狐狸之外 还有其他四个小家伙也在面部转睛地盯着我 尽管他们的眼神非常犀利 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似乎对我并没有论 上期说到 世新王突然提出想要我为他工作 并打算强行将我带走 瑞拉本想阻止世新王 结果却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 世新王直接强行把我扛到了野性组织的据点 我一到野性组织的据点 便开始感到后背发凉 同时还感觉有好几双眼睛在恶狠狠地盯着我 可打开灯一看 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五个小家伙 从他们头上毛茸茸的耳朵不难看出 这五个小家伙都是幼年时期的受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世新王便轻轻拍了下我的脑袋 这下好学没把我脑震荡给打出来 世新王告诉孩子们 这家伙是我给你们找来的老师 他可以教你们认字 可话音未落 孩子们却纷纷表示 自己难道不应该去学习狩猎和打架吗 世新王府下身子耐心地告诉他们 只有学习人类的知识 你们才能在人类的世界好好生存下去 毕竟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一辈子 好家伙 你大费周章地把我绑过来 竟然只是为了给孩子们当老师 话音未落 只见世新王一把掀起桌子 摆在了孩子们的面前 并说道 沈老师我们开始吧 这你可算是找对人了 我沈相虽然是在电子厂上班 但也确实是个实打实的 985高校毕业生 给小孩子上课还不是信手拈来吗 说完 我立刻打开了手机 并摆在了他们面前 来 看吧 看完之后 保你们个个都将是清华北大的好苗子 世新王心想 你隔着互动谁呢 我把你找来是让你给他们看动画片的事了 你看看 这就是你作为一只动物的无知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 看动画片是认识世界最快捷且有效的方式 五分钟后 当这几个小家伙看得正高兴的时候 我赶紧把手机再给收回来 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 他们显然是还有些意犹未尽 于是我让世新王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纸笔 让这群小家伙自己试着画画 安排完之后 我将自己的手机送给了世新王 表面上看我是为了帮助世新王 但实际上 只要世新王收下了我的手机 我便可以随时定位到他的位置 世新王或许是没想这么多 也或许是他现在非常相信我 他在收下手机后 还向我表达了感谢 可就在这时 屋外却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吼 话音未落 突然间又是砰的一声 面前厚重的墙壁瞬间被垂开了一个大洞 一个黑影缓缓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定睛一看 发现对方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男人名叫黑钢 也是一只受众人 原形应该是一只银杯大星星 看样子就知道这家伙肯定不是来上课的 于是我朝他大喊道 赶紧滚出去 你这是扰乱课堂秩序 别看我现在一脸淡定 其实我的内心慌得一批 这家伙的气势绝非是一般的受众人 他很有可能跟世新王一样 已经觉醒了容脉的力量 话音未落 黑钢便猛地朝我冲了过来 我压根没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 紧接着 他便又是一记重拳直冲我的面门而来 果然是龙脉种了 其速度之快根本来不及躲审 我这才明白 这家伙不是开玩笑啊 他想要我的命啊 上期说道 世新王将我绑架到野性组织据定 竟然只是为了让我教幼年兽种的认字 可就在我给这群小家伙上课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 此人名叫黑钢 也是一个兽种人 同时他还是野性组织中灵力堂的堂主 看样子就知道不好惹 果然 这家伙看到我之后二话不说 飞速地冲到了我的面前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这家伙抬手就是一记重拳直冲我的面门 好家伙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却毫无缘由地对我下死手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出现并接住了黑钢的拳头 他正是野性组织的老大世新王 黑钢不明白 世新王为何会把人类带到野性组织据 并且还出手保护他 世新王也知道黑钢痛恨人类 但我毕竟是他找来的客人 他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与此同时 黑钢也看到了桌子上的话 他实在是不能理解 身为野性组织的老大 你竟然找人教孩子们学画画 他认为 孩子们更需要学习的是狩猎士打架 否则他们拿什么保护自己 说完 黑钢一把撕烂了手中的话 场面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 可就在这时 孩子们却突然包围了黑钢 黑钢虽然看上去非常残暴 但他的内心也是为了孩子们好 在一群孩子的软磨硬泡下 黑钢还是愤愤不平地离开了 临走前 黑钢还不忘撂下狠话 终有一天 你们会被人类出卖陷害 黑钢走后 狮行王告诉我 黑钢崇尚武力 他认为兽种人 如果想在人类社会生存下去 唯一的方式就是变强 可事实绝对不是如此 野性组织就算是拼命提升自己的实力 也不可能会是特伴组的对手 更别说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死海组织 兽种人如果想在人类社会生存下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融入人类社会 我明白了 这就是狮行王让我教孩子们认字的原因 他希望将来 这些孩子们能成功融入人类社会 就像瑞拉和小安一样 正如狮行王所说的 他无法保护这群小家伙们一辈子 此时的另一边 一个神秘男人找到了黑钢 他就是死海组织的成员 代号B1089 他告诉黑钢 你们的老大狮行王已经被人类鼓过 再这样下去 你们的王会慢慢堕落 并带着你们走向一条不归路 可黑钢却反问道 你不也是人类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话音未落 男人突然顺移到了黑钢的背后 这种速度根本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果然 男人告诉黑钢 自己并不是人类 相反拥有龙脉能力的 我们同属于高等生物 我们才是同类 黑钢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男人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有一个地方 关押着许多受众人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弟弟 承受着无止境的折磨 黑钢一听这话瞬间两眼放光 他非常爱护自己的受众人同胞 所以这件事他绝不会放任不管 临走前黑钢警告男人 如果你是在骗我的话 那我会让让你死得很惨 可殊不知 黑钢早已经进入了男人的圈套 事后 男人来到了一所大学 并找到了死海组织的高管冯教授 他向冯教授承诺 自己的计划已经万事俱备 他答应冯教授会给他带来世心王的尸体 不过前提是 冯教授能把黑豹借自己一用 冯教授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把钥匙交给了他 临走前冯教授警告道 黑豹可是死海组织认证的 吉亚龙种生物 如果你不小心被他吃掉的话 黑豹还组织即将对受种人的野性组织发动袭击 目标直指野性组织的老大师新王 与此同时 我也从野性组织的据点返回了家中 昨晚给孩子们上了一晚上的课 此时的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可回房间一看 此时的瑞拉也正躺在沙发上睡大觉 好家伙 瑞拉的心可真大 你老公我当着你的面被一只狮子抓走 你怎么还能睡得这叫的呀 话又说回来 瑞拉这睡姿势一点都没变 我记得她还是只小猫的时候便一直这样睡觉 可话音未落 我根本没来得及反应便一头扎了进去 好家伙 这是什么情况 这猫不会是又到发情期了吧 不过你还真别说 这洗面奶还真有点舒服 就当我还乐在其中时 瑞拉也慢慢睁开了心松的睡眼 怎料瑞拉突然大喊道 你你你你你你 你干嘛呀 话音未落 瑞拉一个大尔巴子就甩在了我的脸上 好家伙 这可把我被委屈坏了 你突然抱着我的脸又甜又啃 竟然还问我干嘛 瑞拉赶紧解释道 我还以为刚才的人是小安呢 此时我心想 人家小安虽然长得好看 但人家毕竟是只小公猫啊 你也不能老抱着人家又甜又啃吧 随后瑞拉问我 那只狮子没有为难你吧 于是我便将昨晚的经历全部告诉了瑞拉 此时我已经隐约感觉到 人类和兽种人之间将迎来一次大战 但在此之前 我必须要搞清楚兽种人的来临 以及瑞拉究竟是如何从猫变成如今的兽种人呢 于是我带着瑞拉和小安找到了老朋友汪尔 老观众对她都不陌生 这家伙以前是个导盲犬 后来也是在7月15这天变成了兽种人 变成兽种人后 这家伙还跟自己的主人盲人小姐姐相爱 两人的感情真是让人羡慕 不过汪尔却告诉我 在动物变成兽种人的一瞬间 会不受控住地进入发狂状态 并疯狂地攻击甚至吃掉周围的人类 甚至连她当时都没能控制住自己 并咬伤了自己的主人盲人小姐姐 说到这里 我不禁看向了瑞拉 她到底是有多喜欢我 才能在当时忍住兽性没有伤害我 并且为了不伤害我 既然所有的兽种人都是在7月15号这天出现的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这个问题后 汪尔突然略显激动地回答道 传说中这世界有三条真龙 每条真龙死后都会负责大地并开启一个新的机缘 而7月15号那天 就有一条真龙死亡并陨落大地 听完这个故事后 我的身体突然感到了一丝丝不对劲 甚至我的眼睛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了眼泪 我的内心感到了一丝极其真实且从未有过的悲伤 我告别众人独自来到了楼上 我非常肯定汪语空中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因为自从那场车祸过后 我便能看到天上的真龙 虽然别人都看不到 但我非常确定这绝对不是我的环境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可是 我到底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我最近发现 我家猫真是越来越懒了 刚开始的时候它还会自己吸走 可伴随着跟我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家伙似乎有些放飞自我了 这不 前一秒我还在跟它聊天 可后一秒这家伙就当着我的面开始舔手 正当我还在好奇它要干嘛食 瑞拉便开始熟练地用沾满口水的手 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毛发 好家伙 你这不会是在西方 怎料瑞拉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当然啦 我最近就是这样清洁自己啊 好家伙 我说最近你身上怎么一补口水味 我赶紧抓住瑞拉的手往浴室里拖 你已经变成人类了 赶紧给我好好的洗澡 可瑞拉就跟个三岁小孩一样 死活不愿意洗澡 话又说回来 瑞拉好像今年也确实只有三岁 最终在我的强拉硬拽下 终于把瑞拉拖进了浴室里 我二话不说 打开水龙头便对着瑞拉的脑袋一顿母肤 可是滋着滋着我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了 洗澡是不是得脱衣服来着 一想到这儿 我的小脸刷的一下就变得通红 虽然瑞拉还是只猫的时候 便一直是我给她洗澡 可现在这情况是不是有点不对劲了 不行 还是算了吧 再这样下去指不定要发生啥 于是我一脸害羞地告诉瑞拉 你已经长得够大了 还是自己洗吧 说完 我扭头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瑞拉却突然叫住我 并支支吾吾地说道 要不然 我们一起洗吧 好家伙 这谁能顶得住 大家可都听到了 是瑞拉让我给她洗澡的 我可没有耍流氓啊 话音未落 瑞拉也开始慢慢向我靠近 可就这时 我口袋里的电话突然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等一下 先别急 我先接个电话再继续 可我打开手机一看 我靠 怎么是她 与此同时 瑞拉也把脑袋凑了过来 众所周知 猫是一种占有欲极强的生物 我虽然没跟施心王做过任何过分的事情 但不知为何我怎么感觉有点心虚呢 我刚接通电话 施心王上来就是一句 沈相 我有件事要求你 此时瑞拉正在恶狠狠地盯着我 说实话 这下我真有点慌了 对面的施心王问我 能不能带孩子们去人类的世界看一看 一听孩子二字瑞拉瞬间炸了毛 我这边刚挂断电话 瑞拉便一脚将我干翻 好你个沈相 就一晚上 你俩连孩子都有了 故子都没你俩这么快 哎 这猫咋一点脑子都没有了 没办法 为了给这只傻猫证明我的亲爱 我只好将瑞拉也带了过去 傍晚 我在约定的地方见到了施心王和孩子们 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 前几天瑞拉和施心王就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一架 再次见面的两人自然也没有好脸色 为了缓解这紧张的气氛 我带瑞拉认识了一下孩子们 这些小兽种人也都很从 懂得在人类社会伪装自己的动物特征 这就是他们将来融入人类社会的第一步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我回过头一看 发现是小狐狸胡小飞 我靠 你辣腰大个狐狸耳朵怎么不知道藏一藏呢 吓得我赶紧脱下外套盖在了他的脑袋上 与此同时 一辆小轿车突然停到了我们身体 车上的不是别人正式老伙计汪语 是我叫他来当司机的 汪语作为一个兽种人 可以说是完美融入到了人类生活中 就连施心王都没察觉到他竟然是一个兽种人 开车进城后 灯红酒绿的城市景象简直让几个小家伙看花了眼 要知道 平时施心王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几乎从来没让他们离开过那座废弃停车场 此时小家伙们也都有些饿了 我下车后打算给他们买一些生煎包 可我没想到胡小飞这家伙也悄悄跟了过来 卖生煎包的阿婆热心地问道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是你的孩子吗 怎料胡小飞一听这话 突然生气地大喊道 我才不是她的孩子吗 相反 我将来可是要给沈哥生孩子 一听这话 我差点没被当场吓死 这哪是一只狐狸兽种人啊 这分明就是一只狐狸精啊 我做梦都想不到 小狐狸胡小飞 竟然当众说要给我生孩子 这话一出 不仅把我吓了一跳 就连卖生煎的阿婆都看傻了 临走前阿婆还嘱咐我 小伙子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这下我是真有点绷不住了 在回去的路上 我问胡小飞 是谁叫你这样胡说八道的 你知不知道生孩子代表着什么呀 可胡小飞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我看手机视频上的狐狸精 都是爱上一个男人后 并和他结婚生子 才能变化成人啊 一听这话 我知乎好家伙 这胡小飞看得不会是聊斋吧 可话音未落 胡小飞又突然一脸真诚地对我说 可是 我对你的喜欢也是真的呀 一听这话 我的小脸刷得一下就变得通红 我这不会是被表白了吧 可我没注意到的是 刚才我俩的对话 都被车上的瑞拉给听到了 这毛耳朵还真是不一般 隔这么远都能听得到 此时瑞拉心想 这小臭狐狸 竟然还跟老娘抢起男人来了 回到车上后 大伙都抱着手里的生煎吃了起来 可平时最贪吃的猪小妹 却看着手里的生煎下不去口 我这才想起来 这生煎是猪肉馅的 给猪吃猪肉 亏我能干得出来 可就在这时 突然冬的一声 车子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吓得我赶紧扶住车门 我靠 汪雨 你不会是撞人了吧 汪雨也傻眼了 我车子还没发动呢 怎么可能撞得到人呢 绝对是有碰瓷的 可就当狮心王下车查看的时候 眼前出现的一幕 却把他给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孩 狼狈地趴在地上 他叫虎妞 也是一只兽种人 同时他也是狮心王手下 最得力的干长 看他这副焦急的样子 肯定是有事发生了 果然 虎妞告诉狮心王 黑钢带领着大量兽种人 向人类发起了攻击 自己本想先来告诉你 结果却被黑钢他们绑了起来 狮心王一听这话 瞬间火冒三丈 黑钢这种贸然的行为 无异于带着兽种人去送死 于是他连想都没想 便决定打算去阻止他们 见状 我赶紧拉住了 想要离开的狮心王 这件事绝对没有 你想的那么简单 既然虎妞你说 自己被黑钢他们绑了起来 那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虎妞回答道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只是绑了我一小会 随后便又主动把我给放了 原来如此 黑钢他们本来就没打算 自己单干 他们之所以一开始 不让虎妞报信 是害怕狮心王阻止他们 而等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 再故意放走虎妞 来向狮心王报信 他们知道狮心王 不会做事不管 这样一来便又可以 把你给卷进去 可即便知道这是圈套 但狮心王还是决定要去 毕竟他是野性组织的老大 是所有兽种人的首领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 自己都要去承担责任 此时的另一边 特办组的李柏然 已经收到了我的消息 当得知我没能阻止狮心王后 李柏然并没有感到意外 我俩毕竟是老同学了 他知道我肯定尽力了 在李柏然的眼中 能和平劝祥当然是最好的 但同时 他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另一边 黑刚带领着众多兽种人 来到了一座地质公园 慈海组织的小哥告诉他们 你们的同胞现在就被 关在地下的监狱里 但是如果想要进去 就必须要借助 狮心王的地震能力才行 黑刚表示 这你就不用管了 狮心王他一定会来的 说完 小哥将一个包裹交给了黑刚 里面装的不是别的 正是前面多次出现的 粉红色蜜啊 兽种人在喝下这种蜜药后 会暂时觉醒自己的龙脉能力 当然 而其副作用也是致命的 绝大多数比较弱小的兽种人 在药效过去之后 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的 拿到药水后 黑刚也正式开始了行动 很快 整个地质公园 转瞬间便沦为了一片火海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死海小哥 便如同幕后boss般 在高处看着这一切 可下一秒 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 差点把他给吓了个半死 反派都喜欢站在高处偷偷观察 因为这种俯瞰的视角 能让他们有种掌控全局的感觉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特伴组的李柏然 李柏然也清楚 只要先把这家伙干掉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就比较好处理了 上期说到 当时新王得知 他手下的兽种人 贸然集合攻击人类后 即便他明知道 这是有人想要拿他当枪使 但身为野性组织的老大 他还是决定要保护自己的族人 而此时的另一边 特伴组的李柏然 也与幕后 那下面的情况就比较好处理了 于是李柏然二话不说 直接来了一招美式聚合 掏出枪就是砰砰两下 可下一秒 死海小哥直接一招 瞬移与子弹擦肩而过 就知道没有这么简单 看来这家伙的能力就是瞬移 李柏然清楚 这种瞬移能力虽然没啥战斗力 但是想要抓住他 简直是太费劲 随后死海小哥一声令下 以黑刀为首的兽种人 也准备出击了 不过特伴组也不是吃素的 武装飞机早已在空中盘旋已久 起初特伴组也不想伤及他们性命 打算先用镇定剂稳住他们 可这种程度的攻击本 就很难刺透兽种人的皮肤 再加上兽种人里 还有龟爷爷坐镇 这套绝对防御下来 刚才特伴组的攻击完全没了效果 不过这还没完 硬得不行 就给你来点软的吧 差那间 上百个催泪瓦斯 从飞机上一涌而下 这一招简直不要太好用 毕竟绝大多数动物们的 嗅觉敏感度远远高于人类 这一拨下来 绝大多数兽种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黑刚见状不妙 直接当场激活了龙脉瓶力 巨大的能量充斥在他的每一根血脉之中 只见他突然纵身一跃 直接牢牢地抓住了空中的直升机 随后用力一甩 武装直升机直接失去平衡 重重地摔在地上炸成了碎片 不过这样一来 黑刚也将自己暴露在了外面 李博然立刻下令 所有的战斗人员纷纷开始向黑刚射击 刺不透他的皮肤 可李博然不信邪 直接举枪瞄准了黑刚的眼睛 只听见疯的一声 黑刚根本来急躲闪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子弹飞向自己的眼球 可就在子弹即将射穿他眼球的一瞬间 只听见蹭的一声 子弹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消成了两半 就连见多识广的李博然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就是龙脉种的真正实力吗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就当黑刚得意洋洋地以为侧半组对他毫无办法时 一张巨大的丝网突然从天而降 将黑刚完完全全地罩在了里面 黑刚心想 这种破玩意就想困住 可就当他打算将其一把撕碎时 却发现怎么也撕不开 正所谓一物降一物 对付你这种只会使用蛮力的受众 用网就是最好的办法 随后李博然一声令下 准备令所有战斗人员对其展开捕获 可下一秒 李博然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正在逼近 不好 是他 李博然赶紧大喊道 撤退 赶紧撤退 可谓是已晚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果然 失心王还是来了 只见他大手一挥 整个地面突然开始不停地震动 在如此巨大的冲击力面前 特办人员瞬间遭到重创并纷纷倒地 以王的实力来说 这些人本应该当场毙命 可是李博然发现 王似乎刻意收敛了实力 大多人都是受了重伤 但却远不至死 这也就是说 失心王还是给我们留了个谈判的余地 同样 死海小哥也发现了一场 他只希望兽种人和特办打得两败俱伤 如果真要是谈判猛了 那自己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 事到如今 必须得激怒失心王才行 只见他轻轻拨动了自己的眼带 似乎是在发送某种指令 此时在另一边的野性组织剧 这些年幼的兽种人都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 他们一边责怪黑灯叔叔贸然行动 一边祈祷失心王能平安回来 可就在这时 胡小飞和虎妞突然嗅到了一股不含而立的杀气 而在暗处 一只黑豹正在向孩子们慢慢逼近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只黑豹 作为极其稀有的亚龙种 就算是失心王来了都不一定杀得了他 更别说这群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们 上期说道 为了逼失心王对人类出手 卑鄙的死海组织竟然将魔爪伸向了孩子们 在黑暗中 一只凶残的黑豹正在向孩子们慢慢靠近 嗅觉敏锐的胡小飞和虎妞虽然察觉到了异样 但等到他们发现黑豹时 黑豹距离他们仅有一步之遥了 起初虎妞一看黑豹也是一个兽主 天真的他还以为黑豹是自己人 可胡小飞却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他无比惊慌地大喊道 虎妞快跑 这家伙不是我们的人 可等到虎妞反应过来的时候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黑豹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扑了上来 就在他想要将虎妞一口吞掉时 下一秒 虎妞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连一丝气息都闻不到 就当黑豹还在纳闷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原来刚才是瑞拉使用月影将虎妞救了下来 同时瑞拉还不忘嘲讽黑豹 身为一个亚龙种生物 对小孩子出手也就算了 竟然还玩偷袭 黑豹也从瑞拉的身上察觉到了一样 她非常确定这家伙的技能绝不是一般的隐身 否则自己不可能连气味都闻不到 果然 就在黑豹司机想要对其他孩子下手时 瑞拉突然大手一挥 刹内间 所有的孩子连同瑞拉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下 黑豹更加确定了 这小白猫果然是一个龙脉种 既然如此 那我也得认真一下了 说完 黑豹使劲吸了一大口气 随后直接偷学士新王 给大伙来了一招施吼弓 这口气还真是不小 墙里的声波如同刀片一般 就连厚重的墙壁都被撕出了一道道口子 瑞拉害怕孩子们受伤 只能暂时放弃月影状态 全力抵御黑豹的声波攻击 可他还是低估了黑豹的能力 一个不注意 黑豹便已经来到了瑞拉身后 瑞拉的双手抱着孩子们 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眼睁睁看着黑豹张开血盆大口扑了上来 千钧一发之际 不知是哪个不怕死的 竟然伸手摁住了黑豹的狗嘴 还用想吗 当然是沈相了 我就知道你们死海组织会来搞偷袭 小爷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沈相和黑豹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死海组织曾告诉过黑豹 这小子也是一个龙脉者 所以一次性面对两个龙脉者 即便是亚龙种的黑豹也不能掉以轻心 话音未落 黑豹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龙鳞 很快 黑豹的全身便被龙鳞覆盖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亚龙种形态吗 不过沈相也早有所准备 这座建筑里已经被他藏满了刀片 只见他大手一挥 所有的刀片全都聚到了一起 如同翅膀一般漂浮在沈相的背后 起初沈相还只能够操控一两个刀片 不过现在可今非昔比了 而此时的另一边 施心王正在和李博然进行谈判 在此期间 其他所有的兽种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在一旁默默注视着 这其中就包括小青和小白这对姐妹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将小青一脚踹倒 一旁的小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一只手便突然摁住了小白的嘴巴 并强行给他灌下了一瓶粉色药剂 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肯定是死海小哥干的 他可不想看到兽种人和人类谈判成功 他只想让两方打个两败俱伤 死海组织便可在中间坐收鱼翁之令 此时施心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回过头一看 发现小青和小白竟然变了一副面孔 明明两人是条蛇 可如今头上却长出了龙角 这情况许先来都不好使 见状 越来越多的兽种人也纷纷喝下了药剂 这些药剂虽然能让他们短暂获得龙脉的力量 可药削过后他们也是必死无疑 看来这群家伙是铁了心药与人类开战了 李柏然也清楚 这情况谈判是肯定不可能了 死心王虽然不想看到这一幕 但身为野性组织的王 他别无选择 见状 李柏然举起枪朝天空发射了一颗子弹 刹内间 一颗颗雷弹从远处齐刷刷地射出 不过这些雷弹的目标并不是死心王 而是冲着李柏然来的 话音未落 数百道闪电齐刷刷地劈在了李柏然头上 以雷霆击碎黑暗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上期说道 沈相为了保护孩子们 正是与黑豹展开了对峙 沈相的能力是可以操纵任何待人的东西 只见他大手一挥 身后的刀片如同梨花带雨般涌向了黑豹 面对成百上千块刀片朝自己飞来 黑豹竟然丝毫没有想躲开意思 只见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沈相的刀片根本无法刺穿他的防御 不仅如此 黑豹的皮肤显然比刀片更加坚硬 凡是接触到他皮肤的刀片 无一例外都被蹬得粉碎 看到这散落了一地的碎刀片 沈相这才意识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见状 一旁的黑豹嘲讽道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狠家伙呢 没想到就这点水平了 说完 黑豹还得意洋洋地咧着嘴笑了起来 沈相看到这一幕之后 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算你的皮肤再怎么坚硬 你身体里的器官也是软的 话音未落 沈相大手一挥 将地上所有的碎刀片聚集在了一起 差那间 上千块碎刀片如同风暴一般涌向了黑豹 而他的目标就是黑豹的嘴巴 这上千块碎刀片 只要有一块能顺着黑豹的嘴进入他的身体里 那沈相便可以控制他在黑豹的肚子里翻天覆地 到时候黑豹必死无疑 可身经百战的黑豹怎会看不穿他的小戒然 他将防护罩全部汇聚在了面 没有留下一丝缝隙 此时黑豹心想 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可话音未落 黑豹突然感觉自己的屁股凉嗖嗖的 回过头一看 大量的刀片从他的身后席卷来 目标直指黑豹屁股 黑豹根本来不及反应 差那间 上百块刀片顺着黑豹的屁股钻进了他的身体里 当场就给黑豹来了一套冠肠手术 顷刻间 黑豹的五脏六腑直接被锋利的刀片切成了肉泥 很快便应声倒在了地上 见状神像不禁感叹 果然 一个男人的前面就算硬得跟石头一样 后面也都是软的 可话音未落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给看傻了 只见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黑豹 竟然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 卑鄙的人类 我要把你的肠子都扯出来 一听这话 沈相直接被吓得扭头就跑 不对啊 我明明都把他的心脏都给干碎了 怎么这家伙还活着呀 话音未落 黑豹直接张开血盆大口槽 沈相扑了过来 可千军一发之际 沈相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黑豹心里也清楚 这是那只母猫又来帮忙了 果然 瑞拉不仅从黑豹手中救下了沈相 孩子们也都已经被他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继续跟黑豹缠下去也没有好下场 说完 瑞拉便想要带着沈相离开 可殊不知 此时沈相心里最关心的 其实是另一边的施心王 在李柏然进入雷霆状态后 施心王也不甘示弱 与身上长出龙鳞的黑豹一样 施心王也开始了龙化 只见他的头上慢慢伸出龙脚 身后更是长出了长长的龙尾 这一幕直接让李柏然看傻了眼 倒不是因为他害怕 而是李柏然心里清楚 像施心王这样强行龙化 其生命马上就会走到尽头 这样的行为简直跟自杀没有区别 而施心王当然也明白这一步 因为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身为野性组织的王 施心王明白 野性里的兽种人之所以敢与人类为敌 无非就是仰仗他的力量 是他的存在 让兽种人有了敢反抗人类的底气 只有他死了 或许才能让兽种人认清现实 此时的另一边 一个女孩正在高处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 她叫苏苏 跟李柏然和沈相曾经是同学 同时 她曾经还是沈相的女朋友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她的出现又是否会为这场斗争带来转机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上期说到 施心王在与李柏然的战斗中 强行让自己进入了龙化状态 李柏然非常清楚 强行龙化会严重透支她的生命 如果再这样下去 施心王必死无疑 可无论李柏然如何相权 施心王却完全不为所动 此时的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他只有在战斗中死去 才能让手下这群不安分的兽种人们认清现实 用自己的死 来让所有兽种人获得救赎的机会 这就是施心王的决心 话音未落 施心王再次举起手中的大锤 朝李柏然砸了过去 他的速度已经肉眼可见的变慢了 可这一次李柏然并没有躲开 他单手接住了施心王的锤柄 并一把将其捏爆 李柏然并不想看到施心王死去 因为在此之前 他已经答应了沈相 会让施心王活下来 一听到沈相的名字 施心王突然愣住了 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很明显 他的身体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一旁的黑钢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一切全都因他而起 他不能让施心王去承担这一切 只见他一次性打开了四瓶药剂 并一口气全喝了下去 用喝药的方式强行净化龙脉能力 这家伙也是不要命了 话音未落 黑钢毫不犹豫地朝李柏然冲了过去 不过施心王都未必是李柏然的对手 更何况黑钢呢 果然 黑钢的攻击不仅没有对李柏然造成伤害 反倒是自己被垫了个通透 不过黑钢也不傻 他本就没指望能打赢李柏然 事到如今 他只想要把施心王救出去 话音未落 一道道流经突然从地上冒出 瞬间缠住了李柏然的四肢 顷刻间便覆盖住了他的全身 这东西虽然伤不了李柏然 但却能将其牢牢困住 而另一边 沈相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施心王明明自己都已经危在旦夕了 可他最关心的却还是那群孩子们 在得知孩子们已经被沈相保护好之后 施心王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而另一边的李柏然为了挣脱树 直接将全部的电流凝聚在了一起 刹那间 巨大的电流以李柏然为中心向四周喷波而出 电流与流经产生碰撞后 开始毫无规律地向四周发射 就当沈相准备带着施心王离开时 一道失控的高压电流却朝他射了过来 还没等沈相反应过来 施心王便毫不犹豫地挡在沈相的身前 只听见崩的一声 沈相的整个脸都黑了 只见他恶狠狠地盯着李柏然说道 再不停手 我要把你们全都杀掉 与沈相认识已经十多年了 李柏然第一次见到沈相如此生气 一时间李柏然竟也有些不知所措 尽管沈相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施心王疗伤 可是施心王心里清楚 即便自己刚才不挨那一下 他也很难活下来 临终前 施心王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沈相能帮他照顾好那群小家伙们 最后 施心王告诉沈相 能死在你的怀里 已经是自己能想到最好的结局了 谢谢你 沈相 说完 施心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心脏也随之慢慢停止地跳动 这一刻 人类和兽种人们也终于停下了攻击 施心王用自己的生命 为兽种人们换来了宝贵的和平 即使这样的和平并非劳不可过 但他确实已经为其倾尽所有了 至此 第一季完 灵灵灵图 去